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紫的仙侠大巨翼开播,连续四天都稳居热度榜第一。 近日,由杨紫、陈毅、张瑞、孟子义等主演的古装奇幻新剧《陈香如蟹》, 又一部火爆新剧诞生,连续四天都稳居全网热度排行榜第一。 开播首日陈香如蟹并没能冲上全网热度排行榜第一的宝座, 而开播次日,又输给了新上线的少年派二。 到了7月22日,也就是陈香如蟹开播第三天,才夺下热度排行榜第一, 而在接下来的三天中陈香如蟹仍旧稳居热度榜第一的位置, 终于火成了一部热度火爆的新剧。 刚开播不久陈香如蟹在豆瓣平台的评分还未放出, 但从短评便可以看出,这是一部争议升级大的奇幻新剧。 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都不少,一边是粉丝的疯狂尖叫声, 一边是观众失望的吐槽声,吵得热闹,口碑两极分化严重。 陈香如蟹是一部仙侠剧,根据苏默的同名小说改编, 杨子出演炎旦一角,刚出场之时, 人设的特性和魅力并没能塑造出来, 还是一贯以来的仙侠女主形象。 剧集一开始就在努力塑造一个不走寻常路但又潜力巨大的仙侠角色, 但可惜的是,依然有着傻白甜的特质。 而应渊君和阎旦之间的戏份也没啥看点, 男女主之间的情感戏大概就是, 阎旦负责装疯卖傻, 而应渊君则负责get到阎旦的个性和魅力, 和他一起装疯卖傻。 火是火,但可惜的是陈香如蟹的表现终究低于预期, 故事老套,剧情套路, 看起来根本提不起尽陈香如蟹并没能玩出新意。 近年来,涌现了越来越多的仙侠剧集, 这一题材的国产剧是爆发式增长, 但质量参差不齐, 有优秀的代表作, 也有尴尬的烂剧, 而陈香如蟹一出, 又多了一部尴尬的平庸之作。 细数养子合作过的八位男星, 和诚意火花超强, 和李献象真情侣。 余生, 请多指教的热度还没消退, 杨子又带来一部爆款剧《陈香如蟹》。 杨子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望男星体质, 似乎和他搭档过的男星都能火, 这种望夫体质, 从《香蜜沉沉浸如霜》到《亲爱的、热爱的》这两部剧中最能体现。 以下七部杨子的剧《陈香如蟹》搭成一满是火花亲爱的, 热爱的与李献更像一对真情侣。 杨子搭档男星一, 《陈义沉浸湘如蟹》。 杨子和陈义主演的《陈香如蟹》虽前两集看似平淡, 可看进去之后就会让人看得停不下来, 两人的CP火花满感超甜。 杨子把一个天真烂漫, 古灵精怪的小仙士饰演的一点也不矫情, 而新进《古装男神》诚意把高冷傲娇, 端庄高贵的仙界帝君应渊也饰演得非常到位。 两人在剧中的互动搞笑又甜蜜。 《陈香如蟹》中言但这个角色是杨子最擅长的类型, 类似于《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紧密, 但杨子没有模式化的套路人物性格, 而是演出了角色该有的特点。 陈义和杨子两人演技都很牛, 所以演起情侣来没有做作感, 果然都是古装仙侠剧中扛霸子。 杨子搭档男星2,肖战余生,请多指教。 杨子和肖战的CP感也更高, 在剧中很配很甜, 再加上杨子一直以来都有的百搭体质, 与顶流肖战搭戏没有任何压力, 也是满满的火花, 只是也许是剧情需要原因吧, 两人很有禁欲性, 所以看起来他和肖战搭档, 没有在《香蜜》中和邓伦亲爱的, 热爱的中和李线他们那样有一种一站出来, 就会让观众疯狂课堂的效果。 余生,请多指教中两人的感情线是全剧重点, 在他们感情升温的同时也会有不少撒糖的桥段, 然而部分网友还是觉得杨子和肖战只是在隐恩爱, CP感是经过制作才有的, 并不是两人的真实化学反应。 大家觉得呢? 不过这部剧看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 杨子搭档男星3, 景百然女心理师。 杨子和景百然在2009年就有过合作, 一起拍摄过女孩冲冲冲, 两个人也是饰演的一对情侣, 两人私下里还是一对好朋友, 之后又在女心理师中饰演情侣, 也许是两人认识时间太久了吧, 所以在剧中的CP感不强, 而且杨子在女心理师中的角色形象, 与以往活泼开朗的性格很不相同, 这次饰演的是一位内敛冷静的女心理师, 突然看她饰演女强人, 感觉有点适应。 这部剧杨子的感情线不是主线, 所以没有在她和景百然饰演的前开一身上 投入太多甜蜜戏码, 而且杨子在剧中饰演的贺顿 和景百然相处得像家人一样, 演感情戏虽然看起来不别扭, 但就是没有半点爱情火花冒出来, 两人处得反而更像兄弟。 杨子搭档男星4, 马天宇我的莫格力男孩。 这部剧其实有点糊, 马天宇真的配不上杨子, 并不是说长相不搭, 而是马天宇的演技实在太辣眼睛了, 连杨子都带不动, 虽然马天宇出道也很早, 可演技却磨练的没有那么到位。 更要命的是, 当时我的莫格力男孩播出之际做宣传时, 网上传出杨子在剧中翻位比马天宇低, 不能参与宣传的消息, 两家粉丝为了翻位问题互思, 结果把关系弄得很僵, 虽是在亲爱的、热爱的之后播出, 可热点也不高, 反而弄得很尴尬。 杨子搭档男星5, 李线亲爱的、热爱的。 同言CP有多高? 当时网友都在说两人不仅是荧幕中的情侣, 私下也是情侣, 虽然最后都被两人否决了此传言,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CP感真的十分真实, 看来CP感这种事也是一门玄学呀。 亲爱的、热爱的中, 同年和韩商严一开始就撒糖, 从假装情侣到成为真情侣, 各种甜、各种年, 而且两人在戏外的互动也超级有默契。 双方连续四年发微博助对方生日快乐, 双方的粉丝更是直呼在一起, 在一起和他们之间的CP很开心。 杨子搭档男星6, 香蜜沉沉浸如霜, 花飞花物飞物。 杨子的百搭体质在这部剧中非常明显, 和邓伦激发出了超强火花, 主要还是杨子塑造的角色, 很有代入感, 不会让大家因为香蜜和邓伦搭档而看不了亲爱的、 热爱的, 只能说杨子演一部剧就能带火一个男星。 其实杨子和邓伦不是第一次合作, 两人也是就相识, 和邓伦花飞花物飞物中就演过情侣, 两人之间的默契非常棒, 拍吻戏不用啰嗦直接来, 杨子就像有一种本领一样, 可以把所有搭档过的男星处成兄弟。 杨子搭档男星7, 任嘉伦天机之白蛇传说, 杨子和任嘉伦天机之白蛇传说虽然不够火, 可他们之间的虐恋却很值得回忆。 这部剧说起来真是太可惜可惜, 播了一周后突然被撤档, 时隔半年上线之后, 却流失了等待太久的剧迷, 所以这部剧播出时已经没有了热度。 任嘉伦在剧中很宠杨子, 在他还是小白蛇时就照顾他, 在他幻化成人形之后, 还教他他用筷子吃饭, 教他怎么做人, 他们之间的CP感很有意义, 剧中杨子的扮相也非常好看。 杨子的旺肤体质太牛, 这次在沉香如蟹中搭配诚意, 张瑞, 看来女生们要追的男星又要换名字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